今年是我们华仔刘德华出道第40个年头 从一这么多年 华仔伴随了带又一代观众的成长 可以说是一棵名副其实的演艺界长青树 凭借着群内和观众间良好的口碑 多年屹立不倒 作为观众的我们 很容易想到他人气颇高的原因 演技故隐 为人亲和等等 那他在群内保持好口碑的原因呢 原来作为前辈的刘德华 经常为观众刚刚起步或是身处困境的新人 就拿现在的知名导演明浩来说 他通过现象级电影《疯狂的石头》一炮而红 可事实上这部口碑佳作 当年因资金问题 甚至一度没法拍下去 而刘德华却在自己多次投资失败后 依然选择帮您耗一把 结果大家都很清楚 票房大卖更是直接促成了无眼黄泊的大火 不顾多次的投资失败 依旧帮助新人导演 可以看出 华仔其实是个感情优势 非常温暖的人 而这一点也表现在 最近重新获得关注的电影《诗姑》上 当年刘德华拍摄时 丝毫不怠慢地拿出了《天王级》的表演 却没有拿一份片酬 刘德华从未做出解释 但细细想来 原因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如今他的这份温暖也获得了回报 明昊继承了刘德华的精神 专门设立了扶持新人导演的项目 而《诗姑》的原型也在最近一家团聚 魅力经得过时间检验的花载 我们怎么能不爱呢 对此你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很江湖 我觉得很江湖 今天我认定这个朋友 他做错事我都帮了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